各位,我们初列席的各位官员,各位女子先生,主席帮我请一下张部长跟陈主委。 张部长,陈主委。 费文好。 两位首长,礼拜一我们通过了这个我们的证所税的修正的版本。 当然这个我们很希望啊,这个会期就能够正式三读通过。 我想刚才也有请教过二位啊,反正我是我们大家都觉得股市不确定的因素啊,最好尽快排除。 我们让这个股市啊,回归到市场的基本面,让它更健康。 进而啊,我们希望在这个股市能够活络。 那当然现在还在这个今天啊,我们刚才主席一开始主持的就是意识,意识录啊,已经确定。 换句话叫送到院会去啊。 接下来当然我也希望两位啊,如果碰到有意见的委员啊,或其他的政党啊,大家还是做一个充分的说明。 这个,我们在礼拜一就讲过,这个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。 你也用,你我也都用生命来做保证,来做保证啊,这个绝对不可能有任何见不得人或者思相受受的事情。 剩下来我们有一些小的细节的问题啊,我们也必须得再利用这个机会来做说明。 这两天啊,有一些在,在这个电视评论的所谓的,不管名嘴也好,或什么人也好。 他们就讲说啊,因为我们现在现行的证所税,在今年跟明年,有所谓的设算,对不对啊。 也有,当然在去年12月也有让他登记啊,你要不要核实申报,有分这两大类。 核实申报的,一个核实申报,核实申报当然是申报是所得税的部分,对吧。 设算呢,当然也是证所得税,但是平常讲,他可以从证交税那边来做征收。 如果,在我们三读还没有通过之前,股市就超过了8500点,其实我看可能性非常的高啊,今天股市目前为止是涨了大概二三十点啊。 也就是说,如果说这个礼拜,在还没有三读通过,就超过8500点,这个退税的问题啊,退税的问题,麻不麻烦? 我,我可不可以请两位分别说明一下? 应该是不麻烦。 为什么不麻烦? 因为他8500点以上啊,那我们是克千分之零点二嘛,那这个电脑的账,电脑的那个账策非常的清楚,所以我们就照那个来退。 我刚才讲有两种状况嘛,第一个,第一种状况就是射算的部分,对不对啊? 射算的部分,都是经过他,反正超过8500点,他多加千分之零点二,都有比数。 我想这个程式写起来都很容易了啊,如果哪个卷商认为都写程式有问题,我帮他写。 这个程式都很简单,这个没有问题,而且是直接进到他的,他在,他在卷商那边开立的户头,直接退还给他,对不对啊? 这个非常简单,第二种状况就是说,我在去年12月有说我要核实申报,我不想被你扣千分之二,或千分之四,千分之六。 那叫核实,那个叫做,从病到中左最续嘛。 那换句话说,那个状况什么样会发生呢? 我们到今年年底都不会删毒,才有可能会发生那个事情,对不对? 所以这两种状况,基本上,都不会发生,对不对? 那我就要请教一下陈主委,如果说我们讲的第一种状况,就超过,至于他核实申报,那个就牵涉到,是中所税的问题,那跟财政部,他们的作业会比较有关系。 张部长看来说,那样子的状况,除非至今年年底不会删除通过,明年再申报中所税,才可能会发生,对不对? 是。 那第一种,第一种状况就是核实,设算的部分,我请教陈主委,券商那边的能力可不可以配合? 那个不会有问题的啦,不会有太大问题的啦,因为他这个,就刚刚张部长讲的嘛,其实将来如果说应该退给他多少钱的话呢, 那其实每个投资人,他其实他都有交购款账户嘛,那透过那个交购款账户,其实也可以付业。 以我对电脑的知识啊,以我对电脑的知识啊,那个程式很简单,那个作业也很简单,如果哪一家券商在家,在做的我们八家关股银行啊,如果说你们相关的,这个券商有问题啊,我们就把它来辅导一下,因为他电脑知识就太差了,好不好?我相信那不会有问题的。 所以这个部分,当然有人问到你们的时候,麻烦把它说清楚,讲明白。 因为在礼拜一,我就听到好几个评论的节目,有的人啊,就在为言耸听。 平常讲,我也不愿意批评这些人,但是他既然他们的尝识不够,专业能力不够,我们就把这个话把它说清楚,讲明白,好吧? 当然,剩下证锁碎的,要二读三读的部分啊,你们也要大家来共同来努力,好吧? 我想,既然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,只有勇往直前,我们希望这个月底,或者是到六月中以前,我们大家来共同来做努力,好不好? 谢谢会委员,谢谢。 那个,张部长先请回哈,我又请教一下,这个陈主委啊,最近啊,大家都,都针对这个受险的资金的啊,怎么去运用,分别啊,就到处去陈勤,包括,我看报纸灯,陈勤到总统那边去,啊,希望这个,像今天啊,我们看到工商时报就灯,头版头条说,受险入公共建设。 当然,我们这边也有做一点修法了,正愿立体,当然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法要修,还有包括受险要放宽,投资在房地产,对不对啊,我们这两个题目分别来讲,我们当然希望他的资金能够充分的支援国家的建设,但是啊,但是某种程度来看,他们,我也没面担心他去做炒作啦, 对不对啊,尤其是受险放宽,他的资金进入到,到房市,到,到这个土地上,当然我们很担心他会炒作啊,尤其是你们的投报率,从2.875降到2.375,对不对? 那这里面一定会牵涉到风险问题嘛,是,对不对啊。 牵涉到他计算他的买价的那个参考的数字。 对他们而言,我们用脑袋随便想想就很清楚了哈,他们当然,看希望以后,那个土地能够增值,他的投资报酬率自然就会提高,这里面就,我们不希望他们用人为的,刻意的去做炒作。 那当然对他的投资报酬,对他的风险的部分,就要加强管理,对不对? 你打算要怎么个管理法? 他是这样子,他这个,我们现在规定这个保险业投资哦,其实他必须要及时利用,而且现在大概买的都让他去买那个商用不动产啦。 那一般的住宅的话,现在是,也不让他们去买哦,那这个商用不动产之部分的话,因为他都要有租金啊,所以是用租金回算投报率。 投报率现在,我们给他一个很非常清楚的明确的规定,就是投报率哦,这个租金怎么回算投报率。 现在规定的是2.875,2.875在这个投报率之下的话呢,他当然他用这个投报率回算出来,他就有一个底价可以算得出来,价格是比较合理的。 但是呢,其实保险业他们也是提到就是说,如果用这个价钱的话,那可能相对的他要去买的时候,因为跟其他行业,别的行业要竞争。 所以他们希望说能不能把这个投报率降下来,那投报率降下来,他的价格就上去了,他可以买的价格上去,风险就提高了,所以我们就会要求就是说好,那你这个投报率要下降对不对,那因为你价格会提高,风险提高。 我想啊,我们就谈到这个风险提高啊,因此啊,在风险的这个系数上,他的这个,不可以让步哦。 所以我们就要去转到。 所以跟局长,在这个方,这个方向是不可以让步的哦。 我们当然希望他的资金运用得当,带动国家的经济成长。 但是,该有的风险的控管,一定要把它管理好哦,这个没有妥协的空间哦。 所以我们一定要说到,就是说,不要因为那些啊,那些人,他们动不动去找总统,我觉得很多人,商人,动不动去找总统,我觉得很烦的,对不对? 真的,我警告那些商人啊,不要动不动去找总统,动不动去找行政院长,我告诉你,如果要透过修法,我告诉你,如果谁去找总统,谁去找行政院长,那种法,我保证在这边,我一定给你挡下来。 不要,不要用,动不动用高压的东西,商人们很尊敬,对国家的贡献,但是啊,不要用施加压力的方式,这种做法,平常讲,会让人民看了愿恶,好吗? 最后啊,我在利用这个,张部长,你也不要,你也不要上来了,这样,张部长,上来一下,三十秒钟,主委请回。 现在证索税啊,正在进行事,即将来的,你一直讲说,奢侈税要修改,我觉得奢侈税啊,第一个,我希望啊,也是要求了,只修不费。 第二个,要修的部分啊,我个人的浅见啊,是针对那个,怕商级无辜的排除条款啊,我们当初没有考虑到的部分,我们把它做一个加强。 不要用,到时候用协商,我们在法律里面,把它定的好一点,对不对啊,把它商级无辜的排除条款,多列一下。 第二个呢,我建议啊,针对抑制那些,不当,刚才讲的,不当需求,炒作房地产的,我们当然可以考虑把时间把它拉长。 现在是两年,我们把它拉到四年,三年,四年,或五年,大家要考量。税率啊,稍微把它降低一点。 这个税率,当然可以另外一个方向来看,是什么方向来看? 我们从它的获利来磕税,就变,就变成它的到中所税里面去。 如果调整,从变到中所税里面去,用核实申报,最后跟我们日后想要走的十家登陆,这个把它结合在一起。 这样子会,既长,而且又健康,又稳重。 同不同意我这样的看法? 是,非常敬佩。 好吧,朝这个方向来做努力,好吧,谢谢。 好,我们接下来。